小朋友出國 那這是第一次帶小朋友出國 那可能要準備哪些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護照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辦理的話 我建議是去護證事務所是最快的 那你可能要帶 照片 然後兩張 然後呢還有裡面他會給你一個家長同意書 然後 還有1300塊的費用 還有你 如果是監護人的話 你必須要準備自己的身份證銀本 兩個禮拜的工作天 就可以提前拿到這個護照囉 那接下來呢 最重要的是藥品 藥品的準備方向呢 最常看到的 一些 疾病啊 例如說感冒啊 或發燒拉肚子啊 或者是便秘等等 那這些藥到底要去哪裡拿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常用的常看的 這個家醫診所 這個備用藥啊 上面一定要有醫生的廚房錢喔 現在來看看有什麼東西 喉嚨透 很有啊 非常多的就是這種藥水 那這種藥水呢 到底要放在哪裡 救濕法的作用 喔 那這個呢 是過敏的 腹瀉 腹瀉 因為東南亞國家嘛 非常多那種比較 環境比較沒有那麼乾淨 對 所以 一定要被腹瀉 紫瀉的藥喔 這個是 發燒的 這個非常重一殼的 因為COVID-19嘛 可能會喉嚨痛等等的 然後大致上就是 五種 另外 我們Dustin呢 在出國以前呢 發生一個突發狀況 就是他的牙齒痛 然後一直在發燒 我們很擔心 可能最後無法 順利的出國 那我們有帶他去看這個 牙醫 我覺得 小朋友 通常在 小學或國中階段都會遇到 這個牙齒的問題 尤其是在出國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又請醫生呢 幫忙開這種 退燒啊 退燒藥 然後跟消炎的藥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了 保險的問題 鋁瓶險嘛 那其實呢 小牌子就只有一種鋁瓶險 不管你去 哪一個 保險公司保 都是這樣子 那目前國內呢 只有兩家呢 是有這個 關於COVID-19的鋁賠的喔 接下來呢 最後一個重要問題呢 是 當你 上飛機 坐位的時候 能不能跟孩子 坐一起呢 當然是可以的 你在訂票的時候呢 可能盡量訂喔 離 廁所 座位比較近的一個地方喔 那以上呢 是我們 帶小孩子出國呢 可能比較 必須要注意到的一些 事項喔 那 也謝謝各位的觀看 那歡迎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